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逢星期三的《盈一世》 我是今天的讲者,Melissa,王芝田 是Empower推广新心灵健康组织 加上我们的W2健康创富Wellness and Wealth平台的创办人之一 也是营养总监,本身是一位营养师家,营养学家 今天的题目叫做《腺食纤维,你吃对了吗?》 那《腺食纤维,其实以前那个年代,就不觉得是必须的营养素 因为大家会觉得Alon店吃了肚子,然后慢慢出来了 都停留不了在身体的 但是近年就越来越多研究发现 原来腺食纤维对我们人体健康非常重要 就好像大家看到旁边的肚子,会发觉什么呢? 除了促进排便,它可以帮我们消减脂肪 甚至乎预防中风,心血管疾病,或者糖尿病 这些的慢性疾病,它都很有帮助 现在大家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公仔 蔬菜水果当然含有很丰富的腺食纤维 那我们待会也会多说一些 那什么是腺食纤维呢? 其实腺食纤维只是在植物里面找到的 那当我们吃一些植物,譬如蔬菜水果或者穀物 你发觉质体比较粗粗 要照一轮才能消化那些部分 譬如我们吃草米那种外皮 接着一些水果,譬如苹果那种皮 或者一些硬一点的蔬菜,好像芥兰那种 那些菌呢,其实这些不能够被人在消化利用的部分 这些物质就叫做腺食纤维了 那中间可以分成两大类的 一类叫水溶腺食纤维,很容易分的 大家看到左上的幅图,软粒粒的 就是那些果胶啊,豆胶这些 那质体很人缘,它会在我们的大肠那里发酵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帮我们控制胆固醇和血糖的水平 令到我们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患患性疾病的机会可以减少的 而非水溶性腺食纤维,下面的幅图那些斗 一看就知道它硬一点的了 那它就是帮我们强度愈动和预防便秘 所以是不是都很容易分辨呢 那为什么需要腺食纤维啊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可以预防一些心血管疾病 因为可以稳定血糖,也可以促进排便之外 它可以减慢我们的消化速度,增加饱肚感的 也都可以减肥降脂,那最后那一点很重要 就是吸附可能进入长度的盐、水人这些重金属 那现在香港我们食水的盐水事件是不是都没解决呢 其实都很难解决的 你想一下,譬如我们地底的水管 我们大厦屋村那些水喉管 其实没办法一下子换了 那里面一定积累了都很多重金属 所以为什么我们安一个有效果有认证的淨水器呢 很紧要 那如果有时去我们家有淨水器,出去吃饭 那些水真的有重金属啊 那这些盐食纤维就不会帮我们吸了它 对我们量体的伤害就可以减少了 而我们每一天应该要吃多少盐食纤维呢 成年人来说呢,一天应该吃25至35克 但是呢,都不用研究发现的了 不过研究真的发现什么呢 原来中国居民的膳食纤维呢 普遍舍入都不足 香港都一样的 那反正会再讲多些香港的情况 而营养学家发现 当我们吃不够膳食纤维是会什么呢 直接,不是间接,是直接导致肥胖 高血压,高血糖便秘腸压等等的高发病率的 而哈佛大学都发现 原来呢,当我们吃多些膳食纤维呢 那个心脏病法率呢 是会比其他人呢,减少25% 是不是都挺厉害呢 而中国的青岛大学呢 也都有报告指出 如果一天可以吃到呢 200克含有丰富膳食纤维的蔬菜呢 中风的风险呢,就可以降低11%了 那我们怎样去补充呢 那有四大类食物可以补充的 第一类是吃多些粗粮 那我们现在经常都吃白米饭啊,白面这些 是不是很滑啊,口感 那因为磨了那些穀物的外层嘛 那所以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 只是有全穀物的一半甚至更少 所以当我们有时煮饭 但是我们不用一下子把换了草米 就可以好像旁边呢 这碗饭叫做16穀米 把白米啦,加上草米啦 燕麦啦,甚至一些豆豆那样 那这样混合了 甚至乎一些甘淨类的植物 好像牛榜啊,番薯,紫薯这些呢 都很多膳食纤维的哦 那可以将番薯呀,紫薯这些切成小粒 一起下去煮饭煮粗呢 都是很方便,很健康的选择 那第二点,加一点豆啦 那刚才都有提到豆豆都可以加下去煮粗、煮饭啦 那其实50克的豆呢 就有最少5克的膳食纤维的 豆漿都可以的哦 不过加上的那些呢 通常隔了渣,那就没什么纤维的 如果自己自家製打整粒豆不隔渣呢 其实一杯200毫升的豆漿呢 就有1.5克的膳食纤维的 那另外啦,当然就是蔬菜水果啦 但是吃什么菜会最多的膳食呀 原来就是一些叫豆甲类 例如毛豆,四季豆 四季豆的膳食纤维呢 是牛榜的2倍,番薯的3倍 10条四季豆已经有13克的膳食纤维了 另外啦,一些呢 好像芥兰芽油蜜菜呢 范园比较大,比较深色 范园比较粗的那些呢 都多些纤维的 另外好像呢,一些菌组类 好像木耳、海带呢 范园都很丰富 至于最后生果啦 其实生果呢,多多一点都含有水溶性纤维的 不过如果你发觉呢 譬如皮比较硬的 好像苹果啊,雪梨这些呢 范园就会多些 所以记住呢,吃了皮喔 那你说,哇,我很怕我用的 怎样算好呢? 就用好像我们的 可以清洗蔬果的 就是清洗热精 就这样洗一下就没东西了 而另外一些呢,水分比较多的生果 例如西瓜啊,水蜜桃呢 这些呢,的范园呢 真的会少一些 因为它主要呢,是水分比较多的 那所以我们去选择食物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一下 什么食物呢,比较多范园 那它适量呢,去吃多一些 那这里破解一下呢 范园的迷思先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咦,我很乖的 我跟着香港卫生署建议 二加三,那是不是已经很够纤维啊? 其实我们刚才说 成年人一天需要呢 25至35克的范园 那小朋友呢 是按过年税加5克的 所以如果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加多5,他每天就需要 10克的范园 那二加三,即是两份水果 三份所上,其实呢 都只能够摘取到10克的范园 那当然啦 如果你说天天我都吃四季豆 那就零计啦 那所以在这10克之外呢 我要早五晚三餐呢 都同时进食呢 全谷类的食物 例如全麦包、草米饭 才够全食范园的 那迷思义,我多喝些蔬菜汁 可以不可以呢 那蔬菜汁呢 要连渣呢 才多范园 如果市面买的那些呢 已经够摘取了 那所以呢 是没什么蔬菜汁呢 而且分分钟呢 加上糖 所以记住买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清楚营养标签 最后啦 是不是咦 蔬菜汁就不会便秘 或者我都没有便秘 那是不是我不用呢 去摄取足够的蔬菜汁呢 答案当然呢 不是的 那呢 因为呢 其实呢 如果吃很多蔬菜汁 没有足够的水呢 随便便秘 所以呢 除了蔬菜汁量要够 我们还要有适量的水分 油分 长度的液菌要够 久左不动呢 都是条腸可以动 所以我们都要活动的 所以压力都不能够太大 那才可以旁边排便畅通 那呢 刚才都说过了 其实呢 蔬菜汁不单单帮我们 预防便秘的 它可以呢 减慢我们糖分的吸收 控制体重 增加饱腹 对于预防心脏病 中风抬尿病等等 慢性疾病 都有帮助的嘛 所以千万不要想着 我没有便秘 就不用吃够蔬菜汁 是不是的 那但是吃的时候 有什么注意的事件呢 那呢 如果这里有朋友仔 是腸胃功能比较弱 或者好像我这样的 本身是瘦底的人呢 其实腸胃都会差一点 那我们就是补充 腺食纤维的时候呢 適宜的比例是 水溶性的腺食纤维比较多 因为它对我们的消化道次 比较少 那当然了 非水溶性的都要吃 只不过比例少一点 那当然了 凡事呢 都是要食量 如果你说吃得太多 腺食纤维呢 身体可能会不舒服的 因为大家刚才想一下 是不是豆啊 番薯这些呢 哇真的很多腺食纤维 但是一想起就会觉得 哇很难消化 或者会胀气 那所以这个都要注意 那特别小朋友 长者 有腸胃的综合症的人呢 真是呢 这个腺食纤维食物 选择的时候呢 它选择得精明一点 那接着呢 接着呢 有两个呢 很重点的 我们呢 Double Square的活动 和Empower的活动 都跟大家讲解 那第一呢 就是这个 我们呢 期待已久 因为呢 真的要等疫情舒缓 才能开班的 就是呢 我们知道大家很喜爱的 Annie老师 终于等到她的美容挖沙工作坊了 那呢 那方家呢 我相信大家呢 现在呢 不会对美容挖沙太陌生 因为呢 它是一个看方美容 它继续了一些中式的愿位按摩 加上肌肉的技巧 一些西方的肌肉的技巧 那一次过呢 真的做到这些弹纹啊 弹斑啊 修毛孔啊 针弹性啊 去开眼圈啊 眼袋这些的效果的 那但是 为什么你说要跟Annie老师学呢 因为Annie老师 她在中环呢 美容界呢 我想就是30至40年了 是的 但是她最劲的是什么呢 她不单单停留在美容护肤那里 她是懂得经浪 去精通淋巴治疗 所以呢 美容护肤是不是很讲求什么呢 护肤经浪淋巴呢 三者结合 所以她可以把整个美容刮沙的效果 大大提升的 那呢 当然啦 到时呢 大家呢 就会跟着Annie老师做 和Annie老师去看啊 摸大家的皮肤的时候呢 也都会给一些提示给大家 怎样可以呢 小改变 大改善的 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就是戴口罩都不知道戴到几时 那呢 我们自己呢 懂得护肤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一个机会了 这个星期六块之前的名字呢 就有一个Early Bird 做料价380元 三人同行呢 更加是350元的 那即使美容院开番呢 我相信大家 未来都不知道 会不会呢 就是继续去美容院做Facial 所以我觉得 每星期一次 15分钟自己DIY做 就可以什么呢 越刮越漂亮 肌肤呢 无限复活 接着呢 哇到4月复活节 大家就发觉 哇你的皮肤呢 和人一样 人有复活 肌肤又复活了 那最后这个活动呢 就是名人面对面 这次邀请了一位很好的朋友 叶小卡先生 阿卡呢 过来分享 那呢 他的一些履历呢 大家这里会见到 那他是呢 譬如纽约 阿卡啊 所谓的影响力设计相 很多呢 就是中环全球的 无论是藝術啊 设计啊 建筑像呢 它都拿了很多的了 那呢 那呢 今次呢 阿卡呢 那他就会去解构一下 一些名作啦 包括呢 在這裡特別想說大館重新開館的時候 一個叫大館100年人安時刻的展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過 他當時是信息吸引了超過27萬人次參觀 為什麼這麼多人呢 因為一個看完覺得很好 口碑相傳 然後大館這個設計 甚至簡單如一個收盾球場的扶手 然後又或者很多有小朋友的家長 都去過Tea Park 團圓這個 這些設計大家都覺得很驚訝 我覺得很奇妙 究竟他背後的構思是怎麼來的呢 同時間呢 因為他本身 他自己透過設計 他都誤出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或者將他以前很多關係上的傷痛 重建關係 醫治傷痛的 所以他都很想趁這次的機會 在疫情下 社會事件之後 可能很多人在人際關係都面對了一些困惑的 他都希望透過自己的一些經歷 去跟大家去分享 希望給到一些啟發大家 所以這次的 這個名字裡面很特別的 無論你是對建築設計有興趣 或者藝術有興趣的朋友 一定會覺得聽得如癡如罪 但你說我不懂建築設計 我只是覺得挺有趣的 建築和人際關係可以構想 甚至乎可以為我的人生困惑 有得解答 我都挺好奇 想來有一些啟發 都很歡迎大家 321 下午3點 無論你來我們面對面和帳戶 對談也可以 或者透過線上Zoom 去面對面也可以 很歡迎大家直接找我們報名 也都是Empower我們的Facebook專頁 YouTube的官方頻道 網站和我們的專門應用程式 都是時刻去為大家服務的 都歡迎大家去Like和追蹤我們的Page 那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祝大家大家有一個聰明日 Thank you 拜拜